周二 川普出现在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的听证会上 他被控密谋推翻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 但川普的律师认为 时任美国总统的川普是以总统官方身份 确保选举的公正性 享有豁免权 应该免于受到刑事起诉 联邦上诉法院听取了川普律师的论述 但对川普是否享有绝对豁免权 提出质疑 听证会结束以后 川普重申 他没有做错任何事 华盛顿联邦法院将于今年3月4号就这一案件进行审判 奔走于各地竞选的川普 目前面临四项刑事指控和至少三项民事起诉 爱荷华州的党团会议选举将在下周一举行 紧接着 其他州的党内初选也将陆续开始 因此 在11月份的美国大选到来前 川普注定要奔波在竞选活动和法庭应讯之前 经过如此 最新民调显示 川普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仍大幅领先于其他的竞争者 新台人记者易静 综合报道